为什么我信神却能崇拜人 跟随人 还能把作恶多端的敌基督 当成自己的偶像呢 一想到我随从敌基督作恶 打压弟兄姊妹 我就特别地悔恨自己 我心里面很感谢神对我的怜悯 还能给我悔改的机会 我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 注重寻求真理 根据真理原则对待人 当时我做教会带领的时候 看到负责我工作的是杨敏 我心里面就特别地高兴 因为我听过他聚会交通 觉得他对神话的认识领受挺好的 交通得很清晰 还特别会认识自己 身边的弟兄姊妹 也说他素质好追求真理 而且从我认识他那天起 他就一直尽带领的本分 所以我心里面就很崇拜他 就觉得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有真理实际 做的事情应该都是经过寻求 符合原则的 所以只要是杨敏安排我做的事 我都会立马去落实 不加思考 是 但是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我就发现他不怎么做实际工作 平时不给我们交通真理 也不过问我们的情形 或者是工作上的难处 给他反映一些问题 他不是嫌弃这个人素质差 就是说那个人性情狂妄 不听话 解决问题的方式 不是教训对付 就是直接调整本分 导致很多弟兄姊妹都受他挟制 和你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是 当时就觉得他好像有点问题 但是转念又一想 他可能是本分太忙 心里面着急吧 所以也没有想太多 就因着我比较高看崇拜他 你闹的事情也不寻求真理 所以不知不觉 就随从他做了一些恶 那当时都发生哪些事呢 有一次 杨敏突然找我 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让我赶紧去解决 说我们教会 有个姊妹传福音没有原则 被弟兄姊妹反映到上层带领那了 杨敏就跟我说 你先去对付他 解剖他做事的性质 然后调整他的本分 我心想 姊妹刚进传福音本分 有一些原则不掌握 才导致出现问题的 这么直接调整本分不合适吧 是不是应该先交通帮助呢 但是转念又一想 杨敏一直进带领的本分 他看人看事肯定比我准 所以我也没有寻求 就按照杨敏说的 把姊妹的本分给调整了 还有一次 聚会小组要选组长 杨敏跟我说 李静因为家里面有安全隐患 就没有让他参选组长 李静接受不了这样的安排 过后在聚会的时候 就说了一些不满的话 杨敏知道后 也没有给李静交通真理 而是说 李静这个人性情不好 就让我们赶紧收集 弟兄姊妹对他的评价 之后 杨敏又说 李静一直旧事 找带领工人的问题 不反省认识自己 根据他的表现 应该停止他的聚会 让他在家好好地反省 你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当时我是觉得 李静的确是挺狂妄的 没有分辨他是不是一贯表现 就随从杨敏 让姊妹停止聚会了 后来又有一次 杨敏跟他的几个佩搭 突然找我和几个教会带领 当时给我们读了负责事务工作的 吴姊妹的评价 说吴姊妹是狄基督 需要我们表态 是否同意开除她 我听了心里面很惊讶 因为我接触过吴姊妹两次 看她基本份呢 挺有负担的 怎么就成狄基督了呢 杨敏他们就说 吴姊妹特别狂妄自大 做工作都是为抓权 她负责事务工作 不把心放在本职工作上 老是给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 交通真理解决问题 是笼络人心 说她说话做事 都是为迷惑人 让人心里有她的地位 等等类似这样的说法 问我们 是否同意开除吴姊妹 我听到评价中说 吴姊妹给人交通解决问题 我就觉得这也挺正常的呀 怎么就成狄基督了呢 那你有没有提出来啊 没有 我是想到 我才接受吴姊妹两次 杨敏他们几个带领工人 经常和吴姊妹 在一起进本份 肯定比我更了解 而且杨敏明白 这里有实际 看问题比较准确 再加上 这是她和几个童工 一起衡量定性的 应该不会错 所以 我也没有寻求 就表态 同意开除吴姊妹 其实这几次杨敏让你做的事 你心里也有意识 可能有问题 但是会看中他们的经验地位 就选择盲目随从了 是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 自己是在跟随人 随从人作恶呢 当时我自己是没有一点意识的 是后来弟兄姊妹对他们有了分辨 检举了他们 我才知道自己随从他们作恶了 我记得那天 我突然得知杨敏和几个童工 都被撤掉了 心里面就特别地惊讶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很快 上层带领就找到我 说我也被弟兄姊妹给检举了 还说 我们停止李静的聚会 不合原则 是打压人 让我们赶紧把李静 接纳回教会 并把这事 给弟兄姊妹交通清楚 那这个事对你来说 挺突然的吧 是 当时听到说 对李静处理错了 心里面就感觉到很诧异 因为这是杨敏他们都同意的 怎么还能出错呢 那个环境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我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天天忙忙碌碌的尽本分 最后竟然成了打岔九老的 当时就感觉惶恐不安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 心里面也觉得很难受 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 我说 神啊 我不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 愿你带领我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功课 虽然说 当时您到那个环境 我对自己还没有多少认识 但是毕竟是没有按照原则对待人 这对人不公平 也给姊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第二天 我就给李静道了歉 并把她接纳回了教会 我也和其他的弟兄姊妹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结果 有个弟兄听了之后 就很失望地说 你身为教会带领 不但不保护弟兄姊妹 还随从人作恶 你自己走下地狱的路 也要把我们带进地狱 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你了 听弟兄这么说 你当时 当时 就觉得很扎心 也很难受 但又觉得 这个环境肯定是从神来的 我应该顺服下来 是 于是 我就静下心来 开始反省自己 我为什么能随从养敏作恶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后来 我看了一段神的话 我心里面就亮堂一些了 咱们听一段神话与朗诵吧 好 全能神说 你仰慕的不是基督的卑微 而是崇尚那些地位显赫的假牧人 你并不喜爱基督的可爱 基督的智慧 而是喜欢那些 与世界同流合污的淫荡之人 你只是痴笑基督无枕头之地的痛苦 而佩服那些 列取记物的 在花天酒地中生活的死尸 你并不愿意 你并不愿意与基督同受苦难 而是愿意投入那些 任意妄为的敌基督的怀中 尽管他们供应你的只是肉体 只是字具 只是管制 就现在你的心仍然向着他们 向着他们的名誉 向着他们的地位 向着他们的势力 对基督的做工 你仍是采取难以接受 而且是不肯接受的态度 这样我才说 你并没有承认基督的信 你能跟随到今天 完全是被迫无奈 在你的心中 一个个高大的形象 永远屹立着 你忘不掉他们的一言一行 忘不掉他们 那带有全世的言语 带有全世的双手 他们在你们心中 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永远是英雄 而今天的基督就不然了 他永远是你心中的渺小者 永远是你心中 并不值得敬畏的人 因为他太普通了 因为他的权势太小了 因为他太不高大了 阿们 通过神话语的揭示 我才认识到 自己虽然信神 但是心中却没有神的地位 我崇拜的是地位权势 是高大的形象 是能说会讲的人 想到当初接触杨敏的时候 看到他有素质 有口才能交通 还一直尽待你那本分 我就错谬地认为 他明白真理有实际 做的事情 应该都是符合真理原则的 所以杨敏安排我做什么 我都不假思考地 按照他说的去做 也不寻求真理原则 更没想过要分辨他 外表看 我天天都在读神的话 也在起早贪黑的尽本分 但我尽本分的原则 衡量事物的准则 都不是根据神的话 而是什么都听杨敏的 是根据他的话去做的 把他的话 当成真理对待了 是 就像处理传福音姊妹的事情 我心里也有知觉 觉得直接撤换姊妹不合适 但是又想到 这是杨敏安排的 就否认自己盲目顺从了 在对待李静的事上 我也是不寻求真理原则 就直接按照杨敏说的 让他停止聚会了 还有 在表决开除吴姊妹的事上 当时我听到杨敏说 吴姊妹是狄基督 虽然心里想不通 觉得有问题 弟兄姊妹有败坏流露 可以交通帮助 怎么就成狄基督了呢 但又想到杨敏有分辨 比我会看人看事 而且这是他和几个同工 一起交通决定的 应该不会错 所以 在开除人这么大的事上 我又一次随从杨敏做了恶 最终同意把吴姊妹 开除出教会 差点断送人猛拯救的机会 后来 我才得知 吴姊妹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她揭发检举了 杨敏一伙人的恶行 杨敏他们不但不接受 还背后整治开除吴姊妹 我虽然不是和杨敏他们一样 有意整治吴姊妹 但我不寻求真理 我的一个表态 直接帮助了他们 整治坑害弟兄姊妹 这是在他们的恶上有分呢 看到自己 虽然信神 但信中却没有神的话 没有神的地位 我崇拜的是恩赐 素质 才干 是权力地位 谁有地位 有权力 我就听谁的 像狗奴才 哈巴狗一样 围着他们转 我根本不是一个 真正信神的人 神是祭邪的神 我信神 却处处崇拜人 仰望人 还随从人 作恶抵挡神 这是触犯神性情的事 那个时候 我才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很严重 如果再不扭转 肯定会触犯神的性情 被神淘汰 是啊 那杨敏他们 被撤换的具体原因 你过后有了解吗 有 过后我才得知 杨敏和他的几个配搭 不做实际工作 还任意妄为 随意地打压人 整治人 还肆意修改 弟兄姊妹的评价 添油加醋 编造证据 把揭露他们的人开除 他们还搞暗箱操作 控制选举 随意地提拔人 撤换人 因为作恶多端 被定性为敌基督 永远开除出了教会 接着 戴玲又让弟兄姊妹 表态怎么处理我 弟兄姊妹 根据我尽本分的 一贯表现 还有我做这些事的背景 说我是受迷惑 同意给我一次悔改的机会 留我在教会 继续尽本分 感谢神 这真是神的怜悯 是 当时就感觉很感恩 看到自己做事不寻求真理 虽从迪基督作恶 但是 神家并没有开除我 还给我悔改的机会 我心里面 很感谢神 对我的怜悯 感谢神 刚才你提到 弟兄姊妹说你受迷惑 那在杨敏他们被开除后 你对他们的迪基督实质 有没有什么认识呢 当时 确实是受迷惑了 后来 我也寻求揣摩过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看了两段神的话 对他们迪基督的实质 就有了些分辨 全能神说 迪基督的凶恶 是一种性情 是一种实质 是地道的撒旦的实质 它不是一种本能 不是肉体的需要 而是性情凶恶的一个表现 一个特征 那迪基督的凶恶性情 都有哪些表现流露 有哪些做法 他做哪些事 能代表他的性情 是凶恶的 是恶人的实质 你们说说 整人治人 打击排斥一几 栽赃陷害 控制人 摆布人 还有 拉帮结伙 挑拨离间 拉帮结伙 挑拨离间 这有点阴险 这属于 邪恶方面的表现 但是还没有达到 凶恶这个程度 散布观念 搞独立亡国 这是不是凶恶 对抗工作安排 攻击神 是不是 霸占纪物 是不是 能霸占纪物 这性情 太凶恶了 你们把刚才 总结的几条 重述一遍 整人治人 打击排斥一几 控制人 摆布人 栽赃陷害 搞独立亡国 对抗工作安排 攻击神 霸占纪物 还有散布观念 一共有九条 狄基督凶恶性情的表现 基本上就是这些 其实还有一些具体的 只不过 跟这些是雷同的 就不再具体分了 总之 有这些做法手段的 这类人 就是恶人 一方面 是他的做法阴险 比如栽赃陷害 散布观念 都是比较阴险的 另外 就是他的手段 比较毒辣凶狠 这就够得上 是凶恶性情了 敌基督这类人 打击排斥一几 主要是什么目的 就是想在教会中 形成一种 没有任何不同于 他声音的局面 他的权力是绝对的 他的统治是绝对的 他说的话是绝对的 任何人必须得听 就是有不同意见 也得憋在心里 也得让他消失 在萌芽状态 这就是为了 巩固自己地位 打击排斥一几的 一种手段 他说 你有不同的看法可以 但不能随便乱说 更不能影响我的权力 地位 你有意见 可以背后跟我说 你如果当着 大家的面说 让我丢面子 那你就是自找没趣 我就得整治你 这是什么性情 不许别人随便说话 别人对他有意见 对什么事有看法 还不能随便提 还得考虑他的面子 如果不考虑他的面子 他就把你当仇敌一样对待 采取打击排斥 这是什么本性啊 这就是狄基督的本性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要让他的权力地位 在人心中不断得到巩固 还要坚定不能动摇 他的脸面名誉 带领的身份身价 绝不能受到一点威胁影响 这是不是狄基督 恶毒本性的一方面表现 有了权力还不满足 还要巩固稳定 还要达到绝对的统治 他们不但要控制人的行为 还要控制人的心 当时读了神的话 我就对狄基督的凶恶心情 有了一些认识 狄基督为了巩固自己地位 把那些对他们有分辨 能给他们提建议 能揭露他们的人 都看成仇敌 不择手段地整治打压 甚至栽赃各种罪名 清除开除出教会 这样就达到了 他们在教会永远掌权的目的 这是狄基督 最阴险恶毒的地方 就看到狄基督 人性恶毒 性情凶恶 特别地仇恨真理 仇恨正面事物 对号杨敏他们一伙人的表现 跟神皆是的一样 当弟兄姊妹给他们提建议 检举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但不从神领受 反省自己 还把对他们有分辨 赶给他们提建议的人 随意地打压开除 吴姊妹就是看到他们 做事违背原则 才揭发检举了他们 但他们一点不反省认识自己 还打压整治吴姊妹 整理她的开除资料 因为证据不足 他们竟然随意修改 弟兄姊妹的评价 添油加醋 歪曲事实 把吴姊妹交通帮助弟兄姊妹 定性为是狄基督在迷惑人 随意地定罪乱扣帽子 不把姊妹开除出教会 不罢休 这些狄基督跟大红龙一样 为了自己的地位 打压整治一己 栽赃陷害 他们不允许在他们掌权的教会 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谁提建议就整治谁 我们教会有个陈弟兄 被他们打压 也是因为经常给他们提意见 揭露他们的问题 他们就在背后整治陈弟兄 取缔了他的本分 甚至 很有牙切齿地说 取缔本分都不能放过他 非把他清除出教会 不清除不罢休 真是太恶毒了 是 当时 还有一个教会带领张姊妹 因为对清除陈弟兄有不同意见 就遭到了杨敏他们的打压整治 直接被撤缓了 只要是对他们有些分辨的 都是他们打击报复的对象 是 就看到杨敏这伙狄基督 真的是太恶毒了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竟然能做出这么多丧失人性 坑害弟兄姊妹的事 简直就不是人 那个时候 我就反省自己 这么恶毒的一个狄基督 我为什么还能崇拜他 随从他作恶呢 为什么 我信神 却能崇拜人 跟随人 还能把作恶多端的狄基督 当成自己的偶像呢 后来 通过祷告寻求 我对自己失败的根源 有了一些认识 当时我看了几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有些人能吃苦耐劳 能付代价 外表的行为很好 很受人尊重 也让人很佩服 你们说 这外表的行为 能称得上是实行真理吗 能不能把它定为 是在满足神的心意 为什么往往 人看到这样的人 就认为 他们是在满足神 认为 他们是在走实行真理的路 他们是在 遵行神的道呢 为什么有些人 会这样认为呢 这只有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好多人心里 对于什么是实行真理 什么是满足神 什么是真正的有真理实际 等等这些问题 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 有一部分人 常常被一些 外表似乎是很属灵 似乎是很高尚 似乎是形象很高大的人迷惑 对这些外表能讲自具道理 外表说话行事 能让人佩服的人 他们从来不看 这些人做事的实质是什么 行事原则是什么 做事的目标是什么 也从来不看这些人 是否真实顺服神 是否是真实敬畏神 远离恶的人 对这些人的人性实质 他们从来不加分辨 而是从开始的 不熟悉到熟悉 再到一点一点的 佩服敬仰 最终把这些人 当成他们的偶像 而且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 他们崇拜的偶像 他们认为的 能撇加舍业 外表能付代价的人 才是真实满足神的人 才是真正能有好结局 好归宿的人 是神称许的人 造成人有这些愚昧的做法 愚昧的看法 或者是片面的看法 实行法的根源 只有一个 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们 原因就在于 人虽然跟随神 每天也祷告神 看神的话 但事实上 人根本不了解神的心意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如果人了解神的心 人了解神喜欢什么 神验憎什么 神想要得着什么 神弃绝的是什么 神喜爱什么样的人 不喜爱什么样的人 神用什么样的要求标准 来要求人 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成全人 人还能有个人的想法吗 还能去随便崇拜一个人吗 还能把一个普通的人 作为自己的偶像吗 如果了解了神的心意 人的看法就理性一些了 就不会随意把一个败坏的人 当作自己的偶像 也不会在实行真理的道路上 随意持守几个简单的规条 或者是原则 当成是实行真理 无论哪一级带领 都是普通人 你如果把他看成是 你的顶头上司 觉得他应该比你高 比你有本事 应该领导你 应该处处高人一筹 那就错了 那是你的错觉 这个错觉会给你带来 什么后果呢 这些错觉 这些错误的认识 一方面会让你不知不觉地 用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要求 来衡量你的带领 另一方面 你不知不觉 会被他的气质 恩赐 才干 深深地吸引 最后不知不觉 就崇拜他了 他成了你的神了 从他开始成为你的榜样 你崇拜的对象 到成为你跟随的对象 这一路 你不知不觉 就离开神了 在你离开神的同时 你还以为 你是在跟随神 你是在神家 是在神面前 岂不知 你已经被一个 属撒旦的种类 或者敌基督掳走了 你还没有知觉 这是很危险的事 沈的话 就把我错谬的观点 给揭露出来了 我衡量人 是否追求真理 仅仅是根据人 外表的行为好坏 而不是根据人的 本性实质来分辨 也不看人 做事的目标 动机是什么 我认为 能撇弃花费 能交通 对神话的认识零售 能谈很多认识自己的话 外表看特别的属灵 这样的人 就是追求真理 有实际的人 所以 在接触杨敏的时候 看到他 能交通 口才好 聚会交通 谈的认识 也是一套一套的 我就把他 当成是一个 追求真理 有实际的人 更可悲的是 我错误地认为 他一直尽带领的本分 应该就是追求真理的人 因着有这些 错谬的观点 我对杨敏 从不认识 到一点一点地 崇拜仰望 最后 随从他作恶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是根据神的话 来衡量人 分辨人的实质 而是根据自己的 观念想象来看待人 这样 就导致我信神 却崇拜人 跟随人 随从敌基督 做了那么多的恶 看到自己 真的是太麻木 太愚蠢了 想想 当初要表态 同意开除吴姊妹的时候 我不是没有知觉 心里也有质疑 但是 我却没有随从 圣灵的引导 去寻求真理 而是凭观念想象 认为 带领工人 明白真理有实际 他们人多 看问题准确 所以 就不加分辨地 盲目听从 轻易地随从杨敏 就同意了 这关键想象 真是挺开人的 是 想想 开除人可是大事 这涉及到 一个人的蒙拯救 错开一个人 那就是断送人的灵魂 是罪恶滔天的事 可我却不把人的生命 当一回事 那么草率地 就表态开除 差点把一个 真心信神的姊妹 给开除出教会 我虽然 不是要故意作恶 整治吴姊妹 但我轻易地表态 也是在随从 敌基督作恶 坑害人 断送人 是敌基督的帮凶 虽然只是一个表态 但是 能显明 我的本性 也是特别地恶毒 对人没有爱心 能草菅人命 在神家 像吴姊妹这样 有正义感 能维护神家工作的人 本该是被保护的对象 因为神拯救的 就是追求真理 有正义感的人 可我却做撒旦的帮凶 同意 把一个追求真理 有正义感的姊妹 给开除出教会 差点断送姊妹 蒙拯救了机会 我这样做事 就是站在敌基督恶魔一边 跟神对着赶 就感觉自己干的 真不是人事 想想 神高抬我尽带领的本分 我本应该处处维护神家的利益 保护好弟兄姊妹 不受恶人 敌基督的残害 可我却随从敌基督 随意作恶 打压人 开除人 伤害弟兄姊妹 看到自己做的这些恶事 我心里面就感觉到很害怕 我不寻求真理 没有敬畏神的心 做了那么大的恶 我竟然没有什么知觉 还以为自己是在维护神家工作 就感觉自己真的是太麻木 太愚蠢了 我真的就像弟兄姊妹说的 自己下地狱 也要把人带进地狱 按照我的所作所行 被抄换本分 清除除教会都不为过 但是 神家还给我悔改了机会 让我能继续再教会尽本分 我心里面很感谢神 对我的怜悯和拯救 感谢神 同时 我也真实地体会到 我看重外表的恩赐 素质和才感 盲目地崇拜带领 崇尚全世 林道士不寻求真理 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随时都能被敌基督迷惑利用 做出触犯神性情的事 就看到 我信神却崇拜人 跟随人 实质 就是在跟随撒旦 就是与神为敌 这样下去 随时都能被撒旦掳去 失去蒙拯救的机会 如果再不悔改 就彻底遭到神的厌弃淘汰了 我越反省 就越感觉 自己这次的失败 不是一次简单地流露败坏 或者是做错事而已 而是做大恶了 差点把自己给断送了 就感觉 这次的教训 真的是挺惨痛的 是啊 看到人不寻求真理 凭观念想象看待人 随从敌极都作恶 是身不由己 是 那你有没有寻求 应该怎么对待带领工人 合适呢 后来 我看了一段神的话 就知道了 该怎么正确对待带领工人 全能神说 一个人被弟兄姊妹选举做带领 或者被神家提拔 做某一项工作 尽某一项本分 并不意味着 这个人的地位身份就特殊了 也并不意味着 这个人所明白的真理 比别人多 比别人深 更不意味着 这个人能顺服神 不会背叛神了 当然也不意味着 这个人就认识神了 是敬畏神的人了 事实上 这些还都没有达到 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提拔与培养 这个提拔培养 只是提拔出来 有待培养 至于培养的最终结果如何 就在于这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 这个人的追求是什么 所以 一个人在教会中被提拔培养做带领 仅仅仅是简单意义的提拔与培养 并不代表这个人 并不代表这个人已经是合格的 不见得 这个人有责任心吗 有忠心吗 能顺服吗 临到事能寻求真理吗 都是未知数 这个人 这个人有没有敬畏神的心 敬畏神的心有多大 他做事能不能凭己意 能不能寻求神 在做带领工作期间 能不能时时长长地来到神面前 寻求神的心意 能不能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呀 等等这些都有待培养 都有待发掘 这些都是未知数 提拔培养一个人 并不意味着这个人 已经是明白真理的人了 也并不等于这个人 已经能够合格的尽本分了 对于提拔培养的这些人 不要对他们有任何高的期待 任何不符合实际的要求 这都是不合理的 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你们可以监督他们的工作 反映他们所做的 你们认为有问题的事情 但他们只是在培养期间 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被成全的人 更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完全人 也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有真理实际的人 他们跟你们一样 都是在操练期间 不一样的是 他们所担当的工作 所担当的责任 比普通的人多一些 他们有责任 有义务 做更多的工作 比常人要付更多的代价 吃更多的苦 操更多的心 解决更多的问题 忍耐更多人 对他们的指责 当然得出更多的力 得少睡不少觉 少吃不少好东西 少聊很多的闲篇 这就是他们的特殊性 除此以外 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所有的人 要正确对待 神家提拔培养的各类人才 不要对这些人 有苛刻的要求 当然也不要对这些人 有不符合实际的看法 过分地高看仰望他们 这是人的愚蠢 过分地对他们 有苛刻要求 这也是不人道 不合实际的 那怎么对待他们 是最合理的呢? 把他们当成普通人 有问题需要寻求的时候 跟他们交通 互相取长补短 另外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监督带领工人 是否能做实际工作 是否能用真理解决问题 这是衡量带领工人 是否合格的标准原则 如果能解决处理一般问题 就是胜任的 如果连一般问题都不能处理解决 那就不胜任做带领工人了 需要赶紧罢免 另选他人 别耽误神家工作 耽误神家工作 坑人害己 对谁都不好 阿们 读了神的话 我就明白了 一个人能被提拔培养 做带领工人 不代表这个人 就有真理实际了 也不能说明 这个人就是对神有忠心 是敬畏神的人呢 如果这些被提拔的人 不追求真理 照样能成为假带领敌基督 被显明淘汰 教会提拔带领工人 是给他们更多操练的机会 给人更多的负担 让人去经历神的做工 带领工人都没有被成全 他们和所有人一样 都有败坏性情 在没有得着真理 达到性情变化以前 做工都会凭己义 都会违背原则 另搞一套 都需要经历审判刑罚 修理对付 还需要弟兄姊妹的监督 带领工人 如果做的符合真理原则 是在维护神家的工作 就应该支持配合他的工作 如果带领工人 做的违背原则 走错误的道路 不做实际工作 就需要对付揭露 看他能不能接受真理 悔改变化 如果能悔改变化 就说明他能接受真理 如果不接受 还能整人治人打压人 那这个带领工人 就不是对的人 对这样的带领工人 就可以检举揭露 只有这样 根据真理原则 对待带领工人 才合神的心意 阿们 而我之前 不根据神话看似 对他们不加分辨 盲目崇拜 结果 随从狄基督 做出了 永远都无法弥补的恶行 通过神的话 我也有了实行的路途 愿意以后在凡事上 注重寻求真理原则 根据神的话 看人看事 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愚昧无知 盲目的随从人呢 感谢神 那你之后 有再领到这样的环境吗 有 后来 我发现上层带领工人 给我们交通 提拔教会带领的时候 特别着急 把这些事做完 不注重交通真理原则 有一次 带领给我们交通 调整人的事 教会人员才来一半 事情就落实完了 然后让我们表态 因为有一半的人 没听到前面的内容 对相关的真理原则 也不了解 根本就没法表态 导致聚会进行不下去 气氛很尴尬 我看到他们 不是把弟兄姊妹 往真理原则里带 而是特别着急 把事情处理完就可以了 想到之前 经历迪基督的事件 自己盲目 听从人的后果 我不想像之前那样 没弄清楚原则 就随便听从人的 于是 我就找了几个姊妹 想一起寻求这事 当时听一个姊妹说 这个带领 在别的教会选拔人 也是这样不按原则 我听了之后心想 这个姊妹这段时间 到哪落实工作 都得不到弟兄姊妹的赞同 是不是她有问题 姊妹身为带领工人 如果不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影响的是整个教会 我是不是 把我看到的这些问题 给她提一下 可又担心 如果我给她提了建议 会不会被打压呢 但是又想到 自己随从迪基督作恶的经历 又怕再盲目跟随人 不维护神家利益 所以心里面就特别地 矛盾 挣扎 后来我就来到神面前 跟神祷告 寻求实行的路途 我就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神说 怎么对待带领工人 是人该有的态度 他做得对 你可以顺服 做得不对 你可以揭露 甚至可以反对 提出不同意见 如果他做不了实际工作 被写明是假带领 假工人 或者迪基督 你可以不接受他的带领 还要检举他 揭露他 神的话就给了我实行的原则 带领工人 如果做得不合适 可以实行爱心帮助 给其交通真理 只有这样实行 才合神的心意 想想 自己之前的失败 我心里清楚 这是神给我一次 实行真理的机会 我就想 我得按神话真理实行 不能因为害怕被打压 就不提建议了 后来 我就联系了这个姊妹 把我看到的 她那段时间 做工中的缺少 一条一条的 都给她提了出来 姊妹也都接受了 没过几天 在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听到姊妹 交通她在进门番当中 临到了弟兄姊妹的 修理对付 姊妹也从中 反省自己那段时间 所走的道路 和进门番当中的偏差 我听到姊妹的反省中 有我给她提的那些缺少 姊妹也从中寻求 掌握了一些原则 知道该怎么处理 对待领导的事了 当时听到这儿啊 心里面就很感谢神 带领我实行的真理 就感觉心里面很踏实 尝到实行真理的甜头了 是 现在看 虽然经历了一些 失败显明 但是借此能有一些收获 能明白一些真理 也不白经历 是 其实很感谢神 给我摆设这样的环境 让我看到 自己信神 不寻求真理 盲目地崇拜人 跟随人 这是严重的背叛神 不仅触犯神的性情 还随从恶人作恶 差点断送自己 蒙拯救的机会 同时 我也看到了 神的奇妙智慧 神许可狄基督 在教会出现 就是为成全 我们的生命长大 让我们 能实际地长分辨 能脱离撒旦权势 不受狄基督的迷惑控制 当这些狄基督 笑完力了 我们在这些环境中 学到了功课 对狄基督有了分辨 对自己也有了一些认识 不再盲目地崇拜人呢 他们就被清楚楚教会了 感谢神 虽然 自己经历了一些失败跌倒 想起来 也觉得很扎心 但是借着这些失败 扭转了我错误的思想观点 使我不再盲目地崇拜人 而是能注重寻求真理原则 追求做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 我能有这些收获 这都是神的带领和祝福啊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